我们接下来 我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接下来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去把那个新北市的资料 收集到这里 新北市那个四季的户数收集到这里 那是一百年嘛 所以我到一百年这张表去找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只有一百年这张表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先不想到说很多年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找一百年 各位知道怎么找吗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要透过超连接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边如果先讲 我只要找台北新北市 那这个新北市的话 很单纯就是说去这一百年找 问题是下一次他不会帮我找一百零一年 所以这边的做法稍微特殊一点 就是说我现在要找的是一百年 的新北市的新北市的资料 所以我的一个找法 比较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应该这样做 滑鼠右键 然后超连接 这份文件中的一百年 确定 然后开启超连接 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找 找的话常用底下寻找 寻找 找到什么新北市 所以在这边我先暂时用输入的方式 因为这边我们也有教过你到时候应该是要用取代哪一张工作表的哪一个储存格开始内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点选找下一个关闭 找到了以后呢 我就用方向键 好往右选到两格 然后呢 Ctrl键按住 再往右选 就是用相对位置来去做嘛 Ctrl键按住 点到这一格 Ctrl键现在还是按住哦 点到这一格 Ctrl键按住 点到这一格 然后去做复制 就是前面一定要做多做一个超连接就对了 这个超连接是可以帮我连接到未来我要做101年还是102年这件事 所以这个超连接一定要做 那我现在就录一遍给你们看一下哦 所以我先点回去 这边要点回去A1嘛 然后Lase 移除超连接 Poto 有标落在这边 这边很重要 我们来去看一下怎么做呢 开发人员 以相对位置录制 录制 聚集 我等一下再并进去 到刚刚那个聚集里面 假订队 假认我们现在呢 假认我们现在呢 我们叫做什么 这应该叫做 低收入 互数收集嘛 对不对 互数 收集 因为等一下互数收集 再整理到 原本刚刚那个聚集里面 确定 发出右键 然后接下来去做超连接 连接到这份文件中的100年确定 右键点它去做开启超连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寻找的方式 常用底下的寻找 寻找到新北市点 找下一个 关闭 接下来 这个时候用华鼠选哦 先选它 以第一季 年底的 新北市的 互数合计 扣坐接按住 第二季 互数 这个 接下来 第三季 的 这一个 扣坐接按住 第四季的 这一个 第四季的 互数的 小季 我现在算是这样点 对不对 它其实因为用 相对位置来计算 就是说 我现在游标 它是不是落在新北市 它就说 我会先选到右边两个 右边 例如说十个 右边的第十八个 右边第二十六个 它是这样记录的 然后呢 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 点回去我们的 total 带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方向间要 往下 然后准备 继续再去做 做第二个 就是台中市 好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 我们就先 结束 停止录制 就先录制到这里 好 请你们先动手 而去做一下这件事